感谢赞明主我们低头祷告 阿弥陀玛圭尼 你是我们的父 你是我们的王 今天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坐着为王 你知道你的百姓 被你吸引 来靠近你 主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些你所称为你的宝贝 你的珍宝的每一位 说话 赐给我们你的心意 赐给我们明白 你向着我们的意念 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 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 在这个时候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一颗聆听的耳朵 赐给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心 你的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 因为你得一切的荣耀 祷告感谢是奉靠 耶稣啊 哈马赦的名 阿们 感谢主 这个礼拜 我几乎 待在山上 我在山上 不是西乃山 与神同在 虽然领受很多 但是我在想 今天如果能够表达 百分之二十 就很感恩了 神给我们的实在是太丰富了 太丰富 太丰富了 当我们在读陀拉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是三千五百年前 老摩西讲的话 事实上 每一句话 在神 都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 我今日告诉你们的话 今日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在今日 明白吗 我希望你明白 我们现在今日 听她的话 这是第三个 安慰的安息日 从埃破月 九号开始进入 一直到 吹脚节 犹太人现在称为 叫做犹太新年 在吹脚节之前 就整个的以路月 我们 要来 领受 这个 安慰 安慰的安息日 我记得第一个 安息日是 以赛亚书四十章 神要 以赛亚先知 宣告 安慰的话语 给他的百姓 安慰他的百姓 说 征战已经结束了 可以了 其实 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开始 你可以几乎看到 神 不停在 安慰 他的百姓 不停在 安慰 他的百姓 但是 上个礼拜呢 第二个 安慰的 那个 安息日呢 也让我们 看见说 百姓 受苦太多 已经 觉得 神 不再 纪念 我了 神 已经 忘记 我了 他们的心 没有办法得到 安慰 来到第三个礼拜呢 今天的 我们刚刚所 听到的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先知 神再一次的 要 借着先知 来告诉 这一群 好像心 不受 安慰 不得 得不到 安慰的百姓 告诉他们 我上个礼拜 也问过大家 很多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太大了 我抱不得 没有一个人 曾经经历过 这种很 凄惨的事 很多的时候 你心里是 不受安慰的 你知道吗 或是说 你拣选 你再怎么讲 你都没有办法 安慰我 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 说年轻 现在不年轻 曾经有一个家庭 在教会里面 然后他的女儿 自杀 很多人到他家里去 要安慰 父亲母亲 其实 没有一个人 能够安慰 你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 能够安慰 经历这样的父母 那个心 但是 感谢神 只有 从神来的安慰 能够真正的 使我们 得到安慰 如同一个母亲 在 生产之前 非常的痛苦 痛到不行 但是 但是只要 那个孩子 一生出来 其实母亲 就已经忘记 那个痛 那个疼痛 所以 当我们 不管遇见 什么事 如果我们 能够懂得 转向神 寻求 他的安慰 甚至于 不要讲话 就是在他面前 直到他 将那出人意外的 平安赐给你 你不会忘记 你所受的 但是 那个疼痛 只有在 神 的安慰之下 才能够 疏解 因为我们是 他造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 讲的这个 是在给 对谁讲 但是希望你 今天如果是一位 不能够 得着安慰的人 盼望你 寻求神 只有他能够 给我们安慰 而且不仅 给我们安慰 他要赐给我们的 是远远超过 我们所 所求所想的 所以今天的 我就稍微 过一下 那个以赛亚书 在这里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 以赛亚书54章 以赛亚书54章 有一天 他说有一天 这些不能受安慰的人 他们经历太多 不可思议的 直到现在还是 但是神说 我必以彩色 安置你的石头 以蓝宝石 立定你的根基 又以红宝石 造你的女墙 以红玉 造你的城门 以宝石 造你四维的边界 你的儿女 都要受 耶和华的教训 你的儿女 必大享平安 这是从神口中 所说出来的话 有一天 神的话语 有的时候会 延迟 或是你等候很久 你都没有看见 但是神的话语 一定会应验 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语一出去 绝对不会突然返回 他一定会成就 他的话语出去的 他所说的这些话语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 以色列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管现在是遭遇怎么样 是有盼望的 是有希望的 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说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 必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 用蛇攻击你的 你必定他为有罪 在这里神 在前面告诉我们说 吹嘘 炭火 打造合用器械的铁匠 是我造的 常害人行毁灭的 也是我造的 你们不要 圣经不要读错 以为说神也造这个 常害人行毁灭 不是的 神的意思是 这些制造器械的铁匠 人是我造的 这些会去行 常害人 行毁灭的人 也是我造的 人是他造的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神对我们的意念 都是好的 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 这是我们今天慢慢来打开 来看的 所以那些制造器械 要攻打你的 神说什么 你不用怕 没有用的 不会有用的 那些在 法庭 天上法庭 控告你的 神说你 必定他为有罪 再讲到武器 舌头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 保证 你不用怕 所以今天 神借着先知 安慰他的百姓 也让他们知道 虽然几千年来 遭受敌人的攻击 控告 直到现在 你们知道吗 直到现在 我们常常讲 为什么以色列 发生的这些事情 发生在他百姓的身上 你在外面 世界上 列国里面的媒体 总是一面倒的 说他们的错 都是你们错 都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错 当你到那块地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但是神 是报酬的神 他在这个时候 关怀他的百姓 就是你们来 你们来靠近我 你们来靠近我 一切干渴的 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赢钱的 也可以来 没有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你看不懂这句话 对不对 他说你来 不要钱的 但是叫他们怎么样 来买 来买这个活水 你为什么要花钱 去买那些 没有用的呢 不能够使人饱足的呢 或是说 不能够使你得到 解你的饥渴的呢 到我这里来 亲近我 你要付代价 你要付什么代价 今天妥拉 我们会慢慢地打开给你看 所以主耶稣 在最后一次 祝彭节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 我们今天刚刚读的 第七节 也是 他邀请大家来 站在那里 是他的百姓 是他的弟兄 你们来 约翰福音 第七章 节期的末日 这个是祝彭节的最后一天 主耶稣 站着高声说 人若可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 他是活水 他是活水的泉源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使徒约翰知道 他说 耶稣 这一句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 说的 可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 还没有死 还没有复活 还没有升天 所以圣灵还没有下来 但是 耶稣瓦在这里 已经邀请他们 来救进我 因为他就是那活水 他就是那活水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 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 已经讲过了 那个活水 就是神的话 神的道 就是妥拉 你们回去再去找出那一篇 再听一次 就是妥拉 所以今天我们 打开我们的 饥渴的心 如果你不饥不渴 你今天听不见 如果你饥渴 你今天可以听得见 我们看今天的妥拉部分 Re A Re A 看啊 看啊 圣命纪地 十一章 二十六节开始 看啊 摩西邀请百姓 看啊 看什么 看他所讲的话 沉迷在你们面前的 这一切话语 他说看啊 我将祝福跟咒诅 祝福跟咒诅的话 都沉迷在你们的面前 去年已经讲过 在这里的看啊 是叫 你是单数的 你看 你看 每个人都要看 看啊 我将祝福跟咒诅的话 沉迷在你们 你们的面前是 复述的 以色列是一个团体 一个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的组成 是由一个一个一个人组成的 神认识他们是一个一个一个认识的 但是他们是一个群体 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关联在一起的 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 你明白吗 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 今天他说 我把祝福跟咒诅的话 沉迷在你面前 给你们看 摩西在这里 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 在邀请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你要听进去 在这个时候 你要做选择 你要做选择 希伯来思想 或是说圣经的思想 犹太人的思想 是认为有自由意志的 自由意志 神是一位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神 他什么都知道 对不对 你承认吗 你承认他什么都知道 他也不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面 他是超乎的 时间空间在他里面 他不在时间空间里面 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神 虽然什么都知道 但是 他给人 自由意志 自由选择权 甚至于 他几乎不介入 他几乎不介入 其实当你很多的时候 当你知道 前因后果 你真是巴不得 你介入好不好 求你拦住我 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好不好 但是很多的时候 他不介入 你自己要清楚 知道 怎么选择 这也是神 试验我们的方式之一 你知道吗 试验我们 看你是不是 真的愿意遵行 是不是从你心里面 愿意遵行 这些祝福 咒诅的话 我们看现在 耶利米哀歌 听到这个哀歌 你就知道很哀 被哀的歌 耶路撒冷已经 已经被毁了 我们在看到 耶利米哀歌 这个耶利米泪眼 有人称他是 哭泣的先知 泪眼汪汪的 他在讲了一句话 三十八节 第三章三十八节 他说 祸福 不都出于 至高者的口吗 这句话 曾经使很多的 希伯来学者 纳闷 纳闷 你要是认识神 你知道 他在创世纪 第一章的时候 他创造 六天 你看到有一句话 他说的话 一直重复出现 就是什么 神看着是好的 是不是 好的 甚好 非常好 他很满意 都是好的 我刚刚已经讲了 出于神的 都是好的 神也告诉 受刑罚的 以色列百姓 犹太人说 我向你们的意念 都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不是 你信不信 可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 耶利米先知 在哀歌里面 说到一句话 祸福 不都出于 至高者的口吗 意思就是说 你宣告祝福 你也宣告咒诅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 咒诅 也是从神来的 今天我们 很简单的 来看这一句话 其实在这里 希伯来文里面的 祸字 是负数的 很多的祸 可是这个福 是单数的 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 单数的 从一开始 直到末了 神 都是 愿意赐福给人的 你要记得 从他来的 都是福气 你要听进去 从神来的 要给你的 话语 都是福气 他的话 是好的 他的话 要给你 都是带着 祝福的 要赐福给你的 但是你不要 如果你不要 你不拣选 他的话语 你不拣选 他的话语 自然 因为 他的话语里面 有福气 有福在里头 你不要 你不要的 后果就是什么 就是 祸 就是祸 就是咒诅 而这些祸跟咒诅 你不能说 是神给我的 你再听一次 你能不能分辨清楚 当 他口说出来的话 都是好的 都是 赐福给你的 所以你就 接受 他的话语 行在 他的话语 当中 那么 你就是 蒙福的 对不对 可是你不能说 我不要 当你说 我不要听你的话 我不遵行 你的话语 的时候 其实你丢掉的是什么 是那个福 是他要给你的 以至于 你就落在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一个祸 就像 亚当跟夏娃 他们在 伊甸园里面 神赐给他们 权柄 可以管理 可是他们 承受这么多的福 神把一切的福 给他们 权柄给他们 但是他们 转离了 神的话语 忘记 神的话语 听了 蛇的话 于是 他承担 那个后果 所以那个后果 就是什么 就是祸 就是与神 分离 与神 分离 明白吗 我希望今天在讲 祸 福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一定要明白 所以你就不会讲神 哇 这个神 如果我们不信他 他就 他就这个 降祸给我们 不是的 是你自己 你明白吗 因为他给你选择权 我们不要把责任 推给神 是你 是我们自己 的 拣选 所以落在 痛苦当中 落在 这个患难当中 很多人 再也不信神 为什么 如果他是因为这样好神 为什么会让这个 灾殃 灾祸 灾难 临到这个世界上呢 弟兄姐妹们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话不通的 你知道吗 不通的 一点都不通的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 什么是福 在里面 因为他造你 他知道 你行在 他的话语当中 你是蒙保守的 你是蒙保护的 他不是独裁者 你知道吗 他不是 他知道 他所创造的 他说 告诉你说 这是好的 你要行在其中 你必蒙福 但是我们人 干嘛不要 我说人 就大部分来讲 为什么会堕落 就是因为我们拒绝 我们拒绝 我们不要 所以责任是在 你 我不要讲你了 责任是在 那些拒绝的人 拣选不听他话的人 这样可以吗 我一定要让你们 能够清楚明白 你有责任的 你有责任的 所以 老摩西才会 一直的 不停的 告诉 以色列百姓 弟兄姐妹们 这些话语 神的话语 陀拉的话语 他说什么 是你的生命 是你的生命 你可以存活的生命 你可以活下去的生命 你不要 我说实话 跟你讲 越沉浸神的话语里面 你发现说 这里面实在是太浩瀚 是超过我们 所能够看见的 如果你只是看到表面 只是看表面 读过去 觉得这有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那么久以前的事 我告诉你 所有的先知 属神的先知 不是假先知 神所认命的先知 神把话给他的先知 他写出来的时候 他按照他所知道的 是为当代的人写的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层 是为 好几代远的人写的 然后还有一层 是为 最后一代的人写的 你知道吗 先知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语 是 不仅是 当代的人听 能够听明白 能够听清楚 才过几代 两千年前 他们也可以明白 来到了这个时代 最后四代 你也可以明白 原来这些话语 也是在对我们讲的 也是在讲给我听的 如果我能够听明白 我能够抓住 我就不再活在这个世上 我可以 如同保罗讲的 我与他同坐在天上 你这句话你都不明白 我们如何与他同坐在天上 好像你可以置身度外一样 可以的 弟兄姐妹们 可以的 你知道吗 真的可以的 你没试过 因为我们里面太多 神音太忙 使徒行传 第四章 使徒行传 第四章 我有一些经文 使徒行传 第三章 使徒彼得 所说的话 十九节 他说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拆遣 主也必拆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 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他在这里讲什么 他说我们要悔改 归正 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 除掉我们的罪 那里所想要的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在他那里是好的 在他那里是平安的 在他那里是一切的 一切的美好 万物的美好 Shalom 安舒的 他是不能来 好像说我们没有办法 活在那样的一个 平静安稳 平安里面 这一切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但是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 我们愿意悔改 归回他的道 他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日子就会来到 现在 你说我在天上 天必留他 一直要等候 等候那个万物复兴的时候 我今天是在讲陀拉 可是一定要带你们 进入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今天的陀拉 让你证实给你看说 也是在对你 对我讲话的 你知道吗 我这几天 一直在思想 一直在看 在读 在等候 在听 结果发现说 真的神在这个世界上 正在做许多的事情 他在恢复许多的事情 恢复 他一定要恢复 因为他要来了 他一定要恢复 一定要恢复 首先一个要恢复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美国 或是在世界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教会 已经不再讲 认罪悔改 你知道吗 你能想象吗 就是说 不要再提认罪悔改 你一次认罪就够了 主耶稣已经做成了 可以了 弟兄姐妹们 我告诉你 这是谎言 这是谎言 这是魔鬼要让你相信的 没有圣经任何根据的 我们必须要常常活在一个自行 自行查 里面 常常邀请他 主要你检查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信心意念 看看 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弟兄姐妹们 因为我们不是一直活在灵体里面 灵体 灵体的意思就是 里面的那个人 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人 你如果属耶稣基督 有没有 有啊 但是里面的那个人 常常是不讲话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外面的这个人 太多声音了 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讲 我在这里先插到 看到的一个很好笑的 这个犹太的智者 古代的智者 他们竟然讲一句话 让我笑半天 跟你们分享 他说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 要讲的话 是已经 定好了 你一生要讲的话 已经定好了 当你讲完的时候 你就死了 我就笑了 那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 他在教导什么 你最好 怎么样 不要轻易发言 对不对 你不要随便讲话 牧师讲太多话 我们中国人说 你要三思而后行 对不对 应该是吧 我们也可以讲 你要三思而后言 你不想长寿吗 对呀 诗篇说 任何人想要长寿 你就要什么 禁止你的口 怎么样 不发恶言 是不是 所以不合理的话 不需要讲的话 闭嘴 不要讲 明白吗 所以我想他称为 犹太智者 真是有智慧 我们需要悔改 因为我们常常 里面的灵人 照着做不讲话 但是我们 外面的人 我的魂 我的肉体 我的血气 常常就出去 有时候你会后悔 因为你讲太多 不应该讲的话 但因为我们能够学习 现在神在恢复 在全地 所以你里面那个人 你里面 保罗在 以福所书里面 祷告的时候 讲的 你里面那个人 你里面的力量 其实原文叫做 你里面那个人 那个人在恢复 在醒过来 只有你里面的那个人 在醒过来的时候 万物才会复兴 一切才会归正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这个血气的人 听太多这个世界的事情 世界教导我们太多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领受的都是这一方面的 所以我们就跟着走 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 听神的话 听他的声音 常常问他 主啊 今天 在你心上的话是什么 你在想什么 能不能让我分享 你的话呢 让我分享 你的心思呢 我们需要安静 所以神在恢复 因此你今天告诉我说 我不需要再悔改 认罪悔改 你就应该要认罪悔改了 在这句话上 我们需要 因为圣灵 不停在我们生命里面 做雕刻的工作 还在做 你还没有玩呢 你知道吗 你还没有玩 我也还没有玩 他还在雕刻 雕塑我们 磨成像 耶稣磨的样式 上个礼拜讲的 那个银匠 还在磨 还在烧 直到 可以反映出 坐在他前面 那个银匠的脸 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上个礼拜 我讲到一件事 我说 我们做小事 然后神必为你做大事 有没有 还记得吗 记得 所以我听到很多的人 在回想的时候 在反应的时候 讲到说 我们应该要做 我们在小事上 忠心 我们就可以在 神就会托付大事给我们 也没错 可是那不是我领受的 弟兄姐妹 那个不是我领受的 我上个礼拜 在这里讲那句话 不是我领受的 我的领受是 摩西告诉 以色列百姓 现在 你们要从小事做起 从最小的事做起 最小的事是什么 最小的事就是 敬畏神 真言书 有没有告诉我们 第一章 他讲什么 敬畏耶和华 是 知识的 开端 知识的 开端 然后我们看见 他在第九章 应该是真言书 我们看 打开你的圣经 我们来看他怎么讲 真言第一章 我们看见他讲的 第七节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 开端 开端 我们看到第九章 真言书第九章 敬畏耶和华是什么 智慧的 开端 现在你们要告诉我了 弟兄姐妹们 什么是开端 什么是开端 这是最基本的 最小的一件事 明白吗 是敬畏神 最小的一件事 你知道 所罗门写传道书 我们都记得 他常常在讲 第一章在讲 这个 日光底下并无心事 是不是 然后他也讲什么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可是你读他的 传道书的时候 你发现说 他仅享尽的荣华富贵 他心所要的 他没有一件不满足他的 对不对 可是他知道最后什么 他认为说 这个是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都是捉影 感谢神 他还有最后 他在传道书第十二章 讲到什么 传道书第十二章 所以他说 传道书 我们很少看 但是我们今天稍微翻一下 第十三节 十二章第十三节 他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什么 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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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所罗门要花一生的时间 才学会这一点 但是摩西一开始 就告诉他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 从小的地方做起 从敬畏神做起 属神的百姓 已经很久都不知道 什么叫敬畏神 如果我今天问你 什么叫敬畏神 你能够告诉我是什么 你生命里面 你怎么在敬畏他吗 我也不用问你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敬畏神 但是 真言去告诉我们说 这是什么 知识的开端 如果你不懂得敬畏神 你就是得几个PhD 博士学位都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懂得敬畏神 你以为你讲话很有智慧 骗人 愚昧 一切都是在敬畏神 The fear of God 敬畏神 是的 在神要恢复 他的这个万事复兴的时刻呢 他要一件事情的恢复 就是他的百姓知道敬畏他 知道敬畏他 知道敬畏他 而这个就是撒旦最担心的事 你知道吗 撒旦希望你不要明白 什么叫敬畏神 这个就是在 创世纪第二章 神说 神说 你们什么都可以吃 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不要吃 就叫一句话 如果你敬畏神 亚当夏娃敬畏神 他的话 你不需要去跟撒旦对话 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对话 你不要跟他对话 因为神这么说 因为神这么说 这是小事啊 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问你 你做得到的 这不很大 不难 他说你要 谨守遵行 我口中的一切的话 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 就这样子 一句话 然后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 拐弯 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 暂时不做 以后再说 是不是 这是我们 但是敬畏神在 耶稣啊 在回来之前 在主耶稣 在回来之前 敬畏神 那个灵 要充满 他的百姓 敬畏神 要充满 他的百姓 敬畏神并不是 我神啊 你是多么奇妙伟大 神啊 什么 都不是 这个 是啦 也是 OK 但是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 会使你 发生一件事 就是你会 扑倒在地上 你会扑倒在地上 你会像以赛亚一样 屋口 或在我灭亡了 我看见他 我灭亡了 或是像 但以礼一样 当那位人子 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扑倒在地上 像死人一样 或是像使徒 约翰在启示录一样 你知道他是谁 你知道他是谁 敬畏神 遵行他口中所说的话 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怎么圣洁 我们知道你说 你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 我们今天再一次的看到 食物率 有没有 再讲一次 神说 你们可以吃的这些动物 是这一些 你们不要吃猪肉 你们不要吃那些 分蹄 但是 这个不导教的 动物的肉 不要吃 与你们不洁净 因为我是圣洁的 而你还在问说 主啊 你是圣洁的 我们要怎么做 才圣洁呢 你明白吗 我们一直在问他 我当如何行 我才能够圣洁呢 他已经告诉你了 不是吗 他已经告诉你 你如何才会圣洁 照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 因为你敬畏他 敬畏他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 自己冲上来 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主啊 我们常常这样子 我们来到神面前 跟他讲话 好像他不懂一样 我们祷告的时候 以为他不懂 他什么都懂 他什么都知道 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敬畏他 当你敬畏他的时候 你会遇见他 你知道吗 你敬畏他的时候 你说他是爱的神啊 他是阿爸父啊 是的 他是 但是他是那一位 如果你真的看到他 一定你扑倒在地上的那一位神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一次的 你扑倒 与他相遇的话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圣洁 是的 圣洁也要开始回来 听好 我刚刚在讲的 敬畏他 敬畏他的灵 会在他的百姓当中运行 他的百姓要看到 真正知道他的圣洁 以至于你不敢了 你不敢了 因为你知道他的话 在告诉你什么 你有没有读 你有没有读他的话语 如果你没有读他的话语 你根本不知道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 你不知道 太多是不知道 不晓得昨天是哪一天 我听到一个见证 这个一个犹太的女子 非常成功的一个女子 就神不停地借着人 要来对他 就是要来得着他 但是他硬着信 他就不肯不肯不肯 你不要管我 我不信 不要任何人跟我提 耶稣啊 主耶稣 Jesus 你不要跟我提 我不要信 我绝对不信 非常硬信 但是呢 他有 他说他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不停听到声音 你赶快去找一个地方祷告 你去找一个地方祷告 他就不要 就不肯 直到有一天 他说 人家问他你 后来你怎么认识耶稣 他说有一天 半夜 两点多钟 他发现 他整个的屋子 都是亮的 亮到不行 他就起来 他先生睡在旁边 没有感觉 他起来 然后他起来以后呢 亮到 他只能跪到床 床脚下 跪在那里 然后偷偷地看 他看到 好像有一个长袍 白色的长袍 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那个时候 他说他开始 没有人教他 他从来不读圣经 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做什么 开始认罪悔改 只要想到的 他就开始认罪 求你赦免我 我做了什么事情 不不不不 一直认 一直认 他说太多要认得 最后他说 后来他想到说 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这个 踢我的妈妈 我很叛逆 我的叛逆 就是在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就叛逆了 你赦免我 赦免我 他说我连 在妈妈肚子里面 踢妈妈的 那个 那个 那件事情 我都认罪悔改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看到这个 圣洁的 圣洁的 耶稣 站在他的面前 从那个时候开始 都不用讲什么 他说 主耶稣没有跟他讲 任何一句话 只是他的圣洁让他看见 他就看见自己的误会 看见自己的罪 如同 以赛亚先知一样 活在 我是有活的 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 当中 扑岛在哪里 你经历了吗 弟兄姐妹们 你经历过吗 你经历过吗 你要向神求 你如果没有经历过 你要向神求 我要经历 我要经历 被你的圣洁的火 圣洁的光 照 我们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你知道吗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相遇 与他的相遇 与他的圣洁相遇 他已经开始在做 他已经开始在做 在很多地方 敬畏神 摩西知道他在讲什么 摩西知道他在讲什么 摩西知道 你记得摩西在 看到荆棘的时候的摩西 到现在 生命纪的摩西 不再一样了 你知道吗 不再一样了 那个时候 他对 神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神告诉他 我的名字是什么 最后他说 我不行 你要找谁 你就找谁吧 不要找我 我不要 那一位摩西 直到现在 生命纪上的 这位摩西 他说 敬畏神 你就是要敬畏神 从那个地方开始 从那个最基本开端开始 敬畏他 敬畏他 遵行父神口中 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我很高兴听到有一个人讲 他神所重用的一个徒人 在美国 他说 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 The father will be back to the church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父神将要回到他的教会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听得懂这一句话吗 我们认为 父神的话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吗 我们把父神的话 当成是律法 过去了 不需要遵守了 那不是耶稣啊 上十字架的目的啊 原因呢 不是啊 他上十字架 这绝对也不是圣灵来 赐给我们真理的灵 宝贵是到我们里面 然后让我们不守 遵行父神的话 这是谎言 我今天在这里告诉你 很多万物要复兴 是许多的谎言 我们所在的谎言 现在圣灵正在做 你要恢复 要恢复 是神 口中 所说出来的 一切 话 遵行 遵行 他的话 我希望 我希望你听得明白 你千万不要再以为 这个神的话语 与你无关 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如同以利沙的仆人 打开眼睛 看见这个火车火马的 天使天君的 那么多 站在他面前的话 今天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说 原来在 陀拉里面 充满了这么多的宝贝 我刚刚看到大家都要祝福 都涌到前面来祝福 我不是不要你们 这么渴望祝福 其实你也不需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话 你遵行 那个福气追着你 你知道吗 你不能要祝福 祝福 而 却不遵行 他的话 那你是自欺欺人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在这里他讲了 在这个时刻 他分别我们 在分别我们 你知道什么叫分别 分别就是圣洁 你必须要从这个世界上 分别出来 世人所说的话 你不能说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领域 运行着 不同的能力 力量 不同的 这是不同的 这跟世界上不同的 我们要分别出来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知道 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自己 你知道你是宝贝 知道买属的 主耶稣买属的 他的宝血 买属了 再讲一句话 现在教会也很少提宝血了 十字架 感恩今天我们唱十歌 很多是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必须要紧急地依靠他 因为那个是使我们进入另外一个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你就不在那个黑暗权势里 你已经在爱子光明国度里 今天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思想 来看 敬畏神 你的身心灵全部要预备好 就是这个时刻 真言二十二章第四节 我们再看一次真言 真言书讲很多很 这很美的话语 我们可以放在心上 真言书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第四节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心存谦卑 这也是在这个时代 神要看见的 看见祂子民当中有谦卑 敬畏神 心存谦卑 就得什么 富有尊荣 生命为赏赐 这不是你要的吗 是不是 这是不是我们要的 你不要吗 你不要富有吗 我不是天主教徒 清平 神在这里讲的 敬畏神 心存谦卑 就得什么 富有 祂是万有的主 当然要试验我们 但是要知道 祂绝对 不会使祂的百姓说 你是贫穷的 我命定你贫穷 你觉得这句话是从神来的吗 不会 但是祂有一条路给你走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祂有一条路给你走 你不是命定贫穷 你也不是命定生病的 你知道吗 你不是命定生病的 不是从神来的 神说我命定你生病 不是的 再讲一句 所以你今天的道 你要听进去 一切的福 一切的美好 都在祂的话语里面 需要你付代价 你要去买 你要去买 明白吗 你要去买 你要去遵行 你要去遵行 你会付代价的 你会让人家 这个世界上的人 看你不惯的 或是人家要批评论断你 有可能是你家里的人 批评论断你 有可能是你家的人 所以我要跟你断绝关系 你知道吗 你要付代价的 但是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 会赏赐 感谢主 所以 我们继续来听 我们继续来听 当我们看见 摩西 我们看到十三章 我们看到说 如果有先知 这是摩西在讲的话 如果在未来的时候 如果有人 有个先知做梦的人 先知跟做梦的人 因为神 曾经讲过 他说 他在讲那个 米利案的时候 民述记第十二章 神自己说的 他说 第六节 他说 耶和华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 必在异象中 向他显现 在梦中 与他说话 神 借着异象 借着梦 向人说话 所以如果有一位先知 说 他见到异象 并且他在梦中 听到这样的话 然后呢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到目前为止 这句话都OK 没问题 可是他如果跟你讲说 我们 去随从 你素来 所不认识的 别神 在中国大陆 有人说 基督已经回来了 而且现在是个女的 让我们去跟随他吧 弟兄姐妹们 这个经文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主耶稣已经讲过 我们在 马太福音 第24章 马太福音 第24章 为什么要连到这个 因为这个经文 也是对末后世代 在讲的 我们看到 主耶稣已经 引用 也来告诉你 马太福音24章 我们看见 24章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 前面 前面也念一下好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有这些事 你降临 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 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 好些人 冒我的名 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 许多人 他有没有警告我们呢 他先警告我们 然后我们再看 23节 那时 23节 24章23节 那时若有人 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可行 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一位 警醒祷告 认识神 敬畏神的人 你就不会 就不是你 倘若可行 连选民 也就迷惑了 所以真正的选民 不会被迷惑 所以你当你在看到 圣命纪 摩西 在告诉 以色列百姓 日光底下并无心事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太多了 许多人要把你 带走 去拜别的神 但是他假借 基督的名义 你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最后 很多人会受骗 因为他 看起来像基督 其实是 敌基督 那你如何分辨呢 如何分辨呢 所有的大神迹 大骑士 我们常常看见 这世代的基督徒 是跟着跑的 对不对 你喜欢有 行神迹骑士的 神迹骑士 是神的事 没错 问题是什么 神在试验你 我们在这个时代 你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 神的话语 在你的里面 神的话语 是你的根基 神的话语 是你的生命 你不会被迷惑 你不会被迷惑 不要被神迹骑士迷惑 如果有人 在这个世界上 行大神迹 你会发现 许多人 搭飞机都要跟着他 那我要请问你 到底你在跟人 还是在跟神 跟主耶稣 还是跟那位 行神迹的神 还是在跟人 甚至于这位 大行大神迹 大骑士的人 都已经 回到天家了 我相信他是神的 神的仆人 但是人还要跟着他 还要继续抓着 这个名字 继续跟他 弟兄姐妹们 你一定要警醒 一定要知道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 单单看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怎么看着他 你要跟他建立关系 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 你一定要从他的话语里面 他什么话都告诉你 你一定要知道 没有他的话语 你如果是一个 与神同行的人 你一定会知道 你的主 在跟你讲什么话 因为你有神的话 做你的根基 因为你敬畏神 所以你知道知识 你知道什么是真智慧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知道 我们看到 在末后的时候 末后的时候 末后 主耶稣 告诉我们 他借着 向使徒 约翰在巴摩海岛上显现 于是 启示录第二章 第三章 我们看见 他 讲到七个教会 但是呢 讲到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 他最后总要讲一句话 他讲到一句话 我们来看 启示录 我们没有时间读启示录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启示录第二章 这是以福所的教会 我们看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 怎么样 应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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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一直重复在 对七个教会讲的话 从复活的神 主耶稣 耶稣 需要自己的口中 所说出来的话 他提醒我们末后的教会 你一定要注意的 你要做个得胜的人 你要做个得胜 你怎么做个得胜的人 好好的去读 他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恢复起初的爱心 你不要跟那些恶者 一祸 你应该 应当怎么做 你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要我们做得胜者 你是不是得胜者 你是不是得胜者 你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上 你都不妥协的 你今天要把启示录 第二章 第三章 从这一位 复活主的口中 所说出来的话 对教会所说出来的话 你要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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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 他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得胜者 做得胜者 最近在去 上个礼拜 在美国有一部电影 开始上瘾 他名字叫做得胜者 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影片 得胜者 刚刚上演没多久 一个礼拜 他已经是打破 千万美元的 而且他的这个电影 基督教的电影 不是在一些 基督教的戏院里面演的 是在一般的戏院演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们的地方会演 或在中国 或在日本 或在哪里会演 值得我们去看 得胜者 看你要怎么做 得胜者 那位里面有一个演员 女演员 当他戏出来的时候 有人访问他 因为在美国有许多的 几乎有几个 很有名的基督徒 牧者 宣告说 我不再相信基督教了 我离弃基督教了 一个在澳洲 一个在美国 但我们不知道 结局如何 是有这样的 结果这个女的 女演员 女主角 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她说一句话 她说 在末后的日子 这是主耶稣所讲的 是会有这样的人的 如果你不小心 不警醒 你就受骗了 然后你的爱心就冷淡了 然后你就 就不要这个信仰 对我有什么关系 好像是假的 我过去认为是对的 真理 现在我不认为了 在末后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例子 会越来越多 弟兄姐妹们 然后你听到 都是有名的人 你听到他们这样讲 你的心怎么想 你能够站立得住吗 还是如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 他们也受打击 你跟着人嘛 是不是 跟着这些有名的人 他往那边去了 你怎么办 你就倒了 你就倒了 让我们每一个人 谨记着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眼光 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圣灵 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要怎么样 凡有耳的 你都要听 今天我们要求神 给我们耳朵 给我们心 要明白 要知道 今天晚上开始就进入乙露月 我们每一年在这里 我们都会讲乙露月 乙露月是 我们慢慢再说了 我们一直认为是王 我们的王是在王宫里面 是不是 王宫里面 你要朝见他 这不容易 一个王在王宫里面 没有人可以随便去朝见他的 但是乙露月 这个月呢 王在田野 这是从犹太人 自责他们 他们所遵行 王来到田野 意思就是 谁都可以亲近他 那在这个月 通常呢 在以色列 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呢 你不要看到脚 就吹脚 可是呢 这个月以路月 你可以吹脚 而且他们希望你 天天吹脚 为什么 因为当吹这个脚的时候 是在提醒你 是要悔改 归正 转向他 Teshuva 转身 向着他的时刻 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刻 当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有耶稣基督 他 我们只要转向他 他保血就洁净我们的罪 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时刻 如果我说 我们在讲到节期 上个礼拜也讲 这个礼拜也提到节期 节期 如果我们说 春季的节期 跟主耶稣的第一次来 完全是 是吻合的 是配合的 那么秋季的节期 跟他的第二次再来 肯定是有关系的 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希望你信 因为你需要准备好 脚声吹响的时候 脚声吹响的时候 那刘卫说 牧师啊 你每一年都讲同样的话 是啊 我每一年都要提醒大家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没有准备啊 还是你仍旧在打瞌睡啊 睡觉 与你无关 我告诉你 那一天会来到的 就像以色列百姓 犹太人 几千年来 在世界各国漂流 可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会宣告 明年在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 一年一年的过去 一百年一百年的过去 一千年的过去 都没有实现 直到一九十八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 过节 刚刚讲 神的话 给我们的话 有可能 祂给你的话 你听见了 你天天放在心上 你在祷告 可是有可能 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 我都渐渐老了 我不知道他 这些话语 是不是他还记得 我告诉你 他不会忘记的 他不会忘记的 他记得 彼得说 神看一千年如一日 一千年如一日 弟兄姐妹们 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们没有再来的一千年 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没有 如果说短短的 十年二十年 在神来看 就是现在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 他快来了 所以我每一年 都要提醒大家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了吗 今天让我们 每一个人 有一个更新的 更新的 你全新的 那个属灵的眼睛 来看 心事 这个世代 他在复兴万事 他要带他的百姓 回到古道 回到古道 但是 必须带着 他这个新酒 要装在新皮带里 你听过 对不对 新酒 要装在新皮带里 我们不能用 过去的眼光 过去的模式 或许你在教会里面 信主之后 你就坐在那里 每一个礼拜 听到 打瞌睡 然后回家 就是这样子 不行了 现在他带我们 回到古道 回到古道 我们必须要用 更新的 属灵的眼睛 来看 来看这一切事情 你要知道 一切都更新 今天下午 我有更多的分享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直播 因为这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下午的 8月31号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下面 开始 神带我们进入陀拉 都不是 都不是偶然的 有圣经的话语 有神给我的话语 然后这是第六年 今天第六年结束 你知道意思是 太阳下山之后 我们要走进第七年 这第七年的意思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是全新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你心里要准备好 你要准备好 我刚刚只讲出一点点 我真的果然不错 我没有办法全部讲 我就讲到20% 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已经很足够了 弟兄姐妹 已经很足够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 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 然后我们要有个等待的心 等待的心 等候他 等候他 不要再认为说 太久了不可能 他不会来 不要让牧师 牧师你六年前就开始讲了 讲到今年 快要第七年还没来 然后你就开始灰心 然后你开始冷淡了 然后你就开始不要了 我们在这里有人 在这里聚会 有人走了 没关系 但愿神的话 追上你 让你能够拜在信上 你再不在这里聚会 我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跟神 跟主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有亲密的关系 当他再来的时候 你在其中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起立 我们 一起在他面前 来祷告 来寻求 赐给我们 更新的 属灵的眼睛 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 更新的属灵的眼睛 我们也需要性皮带 主 我们不再用 旧的方式 来行事 主 我们不再让这个世界 来主导我们 主 我们要恢复我们基督徒的 权柄 我们要主导 这个世界 我们要用 耶稣啊 我们要用阿爸父神的话语 生命 活水的真理 活的妥拉 用你的话语 来主导 这个世界 直到这个世界 成为我主 和我 主基督的国 我们知道 一定会做成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你今天保守 每一个 听见的 弟兄姐妹 让他们今天 有一个更新的灵 有一个更新的耳朵 能够听见圣灵 在对我们说的话 使我们常常活在一个 知道自己需要更改 需要悔改 需要归正的 这个时刻 因为我们必须要 全然的来面对 我们圣洁的事 帮助我们 主我们不是不相信 你宝血的大能 那是我们相信 你宝血洗净的大能 因此我们要 支取你那个 宝血洗净我们的大能 你的话语 洁净我们的大能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更像 我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希望我们身上 能够发出 主耶稣基督 新香的气味来 主将那个敬畏神的灵 赐给我们 敬畏你 让我们知道 原来敬畏神是最基本的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你 敬畏我的阿爸父神 心存谦卑 你就要赐给我们 富有尊荣 圣命 主我们要 我们求你 使我们能够让位 使你能够坐在 我们的宝座 心中的宝座上 使我们知道 我们敬畏你 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 当作话语 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说 主你说的话 我一定遵行 若我肉体软弱 不能遵行 你帮助我 帮助我 慢慢的雕缩我 捉摸我 直到我可以完全的行出来 谢谢阿爸父的怜悯 直到你有怜悯的恩典 直到你有怜悯的福气 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主你自己亲自 坐在我们的里面 你赐给我们 渴望圣洁 而我们知道 我们渴望圣洁 就是遵行你的话语 当你说 不要做的 我不做 你说不要吃的 我不吃 你说当行的 你要行 我就行 主让我们 因着你的话语 得到洁净 成为圣洁 可以常常来 朝见你的面 主我们感谢 赞美你 这给我们有一颗 等候你的心 不急躁 直到主你必作成 使我们能够 警醒 祷告 等候 等候 耶稣 的再来 就让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人 听到的人 是失去的 如果还有人 没有信 耶稣的话 不管你是在远方 还是在近处 如果你今天 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劝你 不要再担言 不要再耻言 因为在远处的 弟兄姐妹们 带着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人 认识 接受主耶稣基督 今天在我们当中 是否有人 不认识 主耶稣基督 你今天听了这个道 你愿意来 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邀请你到前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 如果你听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信息 知道 这位创造 天地万物的神 祂将要再来 祂将要再来 更新 这整个的 堕落的世界 来恢复 祂起初 造的一切的美好 你要回应 不要太迟 你需要回应 或是你 已经接受了 或是你过去 真的没有 好好的做基督徒 你只是做个 看 行你 你心中 以为正的事 而不是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善 为正的事 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你可以悔改 你今天 我邀请你 悔改 不要再做一个 你自己认为 对的事 你就去做的事 而不是神认为 对的 善的事 你需要悔改 你需要悔改 他听见的 你不需要有人 为你 祷告什么 你自己知道 你是他的儿女 这个身份 已经定了 这个身份 已经生出来了 你可以来到他面前 认罪悔改 真心的认罪悔改 他要帮助你 他要改变你 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知道 你在这个权地 正在行许多复兴的工作 主我们不是要教会的大复兴 我们是要回到你的古道上 我们要恢复阿爸父神的话语 主我们要回到你的陀拉 我们需要回到主你的话语 你的约当中 你的约书当中 你没有一句话是取消的 主耶稣已经做了见证 耶稣啊做了见证 就是到天地都会废去 他说我的话 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 主我们在 你在恢复 让教会能够听见 能够恢复你的话语 阿爸父 我们要尊你为圣 要尊荣 要尊荣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是赐给我们 生命气息的那一位 并且你把你的爱子耶稣 赐给我们 使他成为我们的中宝 借着他 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里面 回到你的面前 与你再一次的连结起来 如同当年在伊甸园一样 你要我们亲近你 哦主啊 但愿我们看到更多更多的 你赐给我们这些节起 每一天 每一个日子 你要你的百姓 你的儿女 就是聚集到你的 所指定的地方 今天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 就在那个地方 你要我们欢乐 我们的王 召聚他的百姓 来亲近他 一年三次来亲近他 他要看见他的百姓 他的儿女 是这样的欢喜快乐 以他为乐 尽受遵行他的话语 爸爸父 当你看到你的百姓 你的儿女 是这样欢喜聚集 把你的 你所定的日子 看为最重要的时候 你心中充满 欢喜快乐 我们期待 耶稣瓦再回来的时候 真的可以在 我们守圣洁的城 耶路撒冷 让我们每一个节期 在那个地方 朝见你 我们知道还不多时 我们就会看见 这件事情的成就 祝你 祝你带领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预备好 预长 千禧年的 欢喜 欢庆的日子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你 祝福 每一位 你所宝贝的弟兄姐妹 你所看为珍宝的事 耶稣啊 用宝雪 买属回来 属于你的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有一个时刻 是与你相遇 主啊 我们需要与你相遇 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你相遇 主我们生命 好像如同 挂在云端一样 主我们需要与你相遇 我们需要亲眼看见 大君王的荣耀 主我们相信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大胆的要求 乃是我们需要 我们渴慕的要求 如果今天在场的每一位 心中充满渴慕 充满渴望的话 主你造访他们 或在他们的家中 或是在他们单独的时候 或是在他们睡梦当中 主你来造访每一位 这样向你呼喊的人 主我们生命要改变 我们要重新得力 我们需要我们的眼目 单单只看到 为我们创始成中的 宝贝的救助 感谢主 赞美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为这可纪念的日子 求主你使我们纪念今天 祷告感谢是奉靠 那我们一起领受 大祭司的祝福 这个祝福 你可以做爸爸的人 可以祝福你的孩子 做丈夫的 可以祝福你的家人 你的妻子 是奥巴父神 唯一说 当你这样子 祝福百姓的时候 我就赐福了 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同 的祝福 我生命 我帮你 你生命